各位同學大家好 今天我們要講解的題目是 在某一個溫度下 這個反應式的KC是2.5x10的8次方 0.2m的硝酸銀 水溶力跟0.8m的氨水 以等體積混合 等體積化效能很重要 請問一下銀力真濃度有多少m 在講解題目之前 我們複習一下相關的概念 你會在講解裡面看到這樣的文字描述 是有關於我們的平衡常數 跟平衡定律式的部分 那我們首先要知道的是 我們意義的部分 平衡常數跟溫度有關係 所以我們一定要定溫 反應要平衡一定要在密氣冷氣裡面 那這個可逆反應 才能夠達到平衡 所以在平衡的時候 各生成物的濃度 的係數蜜次方層積 與各反應濃度或分壓 係數蜜次方層積的比值 為一個常數 那這個關係呢 就稱作平衡定律式 或平衡常數表示式 那這個文字描述看起來非常的複雜 所以簡單來說 我們用一些符號來很快的 帶你去瞭解到平衡常數 到底是怎麼樣的概念 舉例來說 把這個反應方程式寫出來之後 如果我們要用濃度 因為都是氣體 如果我們要用濃度來表示平衡常數的話 那我們以前平衡常數 K的右下角就要寫一個C 叫KC 如果用壓力來表示的話 那我們右下角就要寫一個P 叫KP 那我們寫出來之後呢 這是我們的公式的部分 那公式的部分呢 然後就可以發現 我們的這個K的值呢 是由這個生成物 C跟珠的濃度 除以反應物A跟B的濃度 好的一個比值 可是要注意的是 他們的這個指數的部分 好 它的指數 你看C的C字方 然後D的D字方 除以A的A字方 B的B字方 這個ABCD呢 剛好是我們的係數 ABCD 那注意喔 這個地方是非常有特別的地方 一定要記好 那如果我們用壓力來看的話 是用分壓 用分壓的話也是一樣的 這個PA 它的這個次方向 就是它的係數A PB次方向就是它的係數B 以此類推 C跟珠 好 那我們KC呢 是用難度來表示的時候 KP是用壓力的時候 好 那因為我們跟這個氣體有關係 對不對 所以我們就會牽扯到 我們的理想氣體方面是 PV等於NRT 好 那PV等於NRT的話呢 我們就可以知道說 你向下P 就可以等於C大M 乘以RT 好 所以我們根據一些推導 我們就可以得到一個關係是 KP 就等於KC乘以RT 分打這個ΔN次方向 那這個ΔN怎麼來的呢 ΔN就是我們的係數 後面的C加上B 去減掉前面的A加上B 這個C跟D的話是生存物的總和 P跟B的話是反應物的總和 好 注意喔 一定要是氣態的才行 非氣態的不行 好吧 OK 好 你會在講義裡面看到 有關於這個平衡常數的一個應用 那應用就是用來做什麼 判斷反應是否完全的指標 那分為兩種狀況 第一個 平衡常數越大 代表越怎麼樣 越傾向生存物 正反應就是越完全 那反應物呢 大部分都會變成生存物 好 那平衡常數越大的意思是什麼意思呢 因為我們的平衡常數KC 好 是不是我們的這個生存物在上面 對不對 然後這個反應物在下面 好 所以如果說這個值越大 代表說上面分子的 的值是越大的 好 那上面分子的值越大 所以幾乎濃度都會在什麼 都在生存物這邊啊 好 所以像這個例子來看的話 所以這個如果是10的-8次方 所以它幾乎都是這個二氨引錯離子的量 OK 所以可視為怎麼樣 向右完全反應 太大了 太大了 好 那第二個如果說很小的話 代表反應平衡越趨向於反應物 那逆反應越完全 所以只有很少的部分的量 形成生存物 我們一樣在看這個方程式來看的話 等於說這個KC的部分 如果說這個K的值很小 K的值很小的話 就等於是說我們的分母的量很大 分母的值很大 那分母值很大代表說反應物的量很大 所以幾乎都沒有變成生存物啊 好 所以意思就是這樣 所以如果從這個例子來看 如果是10的-34方的話 就是幾乎怎麼樣 幾乎反應物的量 幾乎這個達到平衡的時候 它的量都在反應物這邊 好 生存的這個一氧化氮的量很少 好 所以視作怎麼樣 幾乎不反應 好 或者是就向左完全反應 都可以 好那我們看一下題目怎麼去解它 好 老師講解題目的時候呢 把這個詳解貼上來 大家一起看著聽老師講解 這樣子會比較清楚 好 今天這個題目呢 平衡常數非常的大 你看 接下來是2.5乘以10的八字八號 好 以後平衡常數很大的題目呢 大概要分成兩個階段去做 好 那兩個階段呢 第一個 因為平衡常數很大 所以視為完全相有反應 好 這是我們第一階段 所以我們要把這個濃度通通都往右 試做它完全反應 然後再向左反應達到平衡 這是我們第二步要做的 好 那向左反應的時候 它的反應量非常的小 好 為什麼呢 因為都是在濃度通通都是在生存物那邊 所以反應量很小 所以反應不覺得量怎麼樣 可以忽略 好 所以要做這兩步的操作 好 所以DND不然 好 好 我們現在做的是第一步 好 這個地方呢 是我們的這個第一步的動作 好 我們先假設它完全向右反應 好 所以我們把我們底子的濃度放下來 0.2m的硝酸硬 所以這個濃度硬硬是0.2m 好 再來0.8m的這個氨水 所以0.8 好 重點來的 大家常算不出來 就是因為死在這個等體積上面 這等體積上的字代表就是 等體積混合 一個很重要的概念 濃度減半 濃度會隨著這個溶劑的量去這個改變 所以這個濃度會騙人 所以要注意 好 所以等體積混合 濃度要減半 好 所以乘上二分之一 所以因此它的濃度就是0.1 好 那這邊的話也是乘上二分之一 所以是0.4 好 好 那根據係數的關係呢 我們的先量設計是銀離子 好 所以這邊扣掉0.1 最後面會變成0 好 這邊剩下0.2 這邊0.1 好 那接下來呢 就要做我們的什麼呢 我們的第二步了 好 再把它向左去反映 那假設它向左反映的話 就是減x的量 按照係數比加2x加x 所以最後面平衡濃度的時候呢 我們銀離子的濃度是x 那按的話是0.2加2x 2按銀錯離子的話是0.1-x 可是剛剛說的 因為我們大部分量都是在反映 在乘物這邊 所以假設向左反映的話 這個x相對於0.1來講是非常的小 所以基本上在計算上的時候是可以忽略的 所以因此我們計算上的時候 0.2加2x就是0.2 0.1-x就是0.1 好 那帶入我們的k的公式 好 那我們k的平衡常數的話 今天k應該要等於 好 現在這邊 應該要等於這個2按銀錯離子 濃度在上面 好 下面是銀離子 看安的 平方 好 可以 我們按照剛剛的這個 已經知道的 我們把數據帶進去 我們的這個2按銀錯離子的部分呢 就是帶這個0.1 那安的部分就是帶0.2 好 所以這個x的話 部分就是帶x 好 所以把它帶進來之後呢 等於我們的平衡 就是2.5乘10的8次8 因此我們就可以算出來 x等於10的-8 好 所以因例只有多少a 所以10的-8 單選a 好 那我們就講到這邊 大家拜拜 拜拜 好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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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謝謝